她是身家上义的集团女总裁 可她却偏偏在婚礼现场 看上了一个傻宝安 结婚了吗 很好 跟我来 新郎换成她 什么 原来 今天本就是女人大婚的日子 可谁知 新郎却莫名其妙地毁婚了 这下让女人彻底上火了 因为她今天要是不结婚 她的家族就会收回对公司的管理权 于是无奈之下 她也只能随便抓一个人先假结婚了 可谁知 被抓来的这个傻宝安 却不尽女色 这下点女人都整蒙了 她怎么也没想明白 自己这亭亭玉立的小富婆 怎么就嫁不出去了 可就在女人觉得 今天为啥会有这么多不顺势 一个渣男的出现 让她彻底明白了一切 看着这个商业对手 假母假是跪在自己脚下求婚的样子 女人瞬间明白了 新郎毁婚都是她的安排 她这是要把自己的人和公司一起抢走了 可现在即便女人知道了一切 也已经太晚了 现在除了这个渣男 她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可就在女人 即将在渣男步步紧逼下 准备举手投降之时 身后传来的声音 却让她又看到了希望 看着变身后的帅气宝安 女人都傻了 她想不明白 这个家伙怎么又回来了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这一切还得感谢自己的秘书 原来 就在刚才秘书在里里外外找人之际 她只要路过保安的身边 就会对保安说上一句 面对着秘书这三三五次的羞辱 哪个男人也受不了啊 于是 保安一咬牙 心一横 决定绝不当这个孬主 这个婚她结定了 好意思 你明白吗